周杰伦歌曲无预警遭下架。 音乐平台重新包装件价出售。 周杰伦歌曲遭大陆音乐平台网易云无预警下架,并以件价出售要求用户购买。 图翻射。 微博,2001 18401。 大陆音乐平台网易云昨,三十一分之三,日通知用户,周杰伦歌曲将全面下架,而杰威尔音乐所有艺人的歌曲也面临相同状况,让用户相当错愕。 扬言要下架网易云。 网易云昨日在微博贴文公告,在我们明确希望购买版权未果后,由于版权的突发要求,我们不得不很快下架涉及周杰伦等艺人的杰威尔版权公司歌曲。 不久后,网易云还建议用户花费约400人民币,约2000台币,购买200首周杰伦热门歌曲的合集,并保障可以终生使用,让许多人看了相当气愤,不断在微博DO出截图塔罚该平台。 而网易云因为版权问题的理由下架音乐,已经不是第一次。 对此,杰威尔音乐表示,我们公司的数位音乐在大陆是由腾讯音乐负责分销发行的工作,包括转授权以及维权。 我们由腾讯音乐得知网易云向腾讯音乐取得转授权的合约已经到期,因此相关的转授权事宜,也是由腾讯音乐在负责处理中。